最後就輪到我出場了 大家就不要以為我是最乖的那個 說實話 最需要改的那個就是我了 十五歲的鍾儀自編自導自演 還找到全家人拍了這條三分鐘的短片 呼籲大家保護心臟 其實背後創作的心思、心血和心臟一樣這麼珍貴 有個從事攝影工作的爸爸 鍾儀至少就喜歡拍攝 他利用課餘時間花了兩個星期完成這條短片 還贏得一個短片比賽的冠軍 而比賽的亞軍是年近十歲的關卓琳 他拍了三百多張照片 加入效果和音樂 全連成一條定鏡動畫 關卓琳是學校電視台的成員 有一定的剪片技巧 只是用了一日時間就完成短片了 本身我們打算做普通的動畫 但是因為那些會經常有得看 現在做定鏡動畫 就會覺得有趣些 還有人會更多看 由心臟專科學院主辦的這個短片比賽 已經來到第四屆了 目的就是希望鼓勵一些有創意的年輕人 都要多點關注心臟健康 比賽的評判之一 導演李力池說 年輕人的優勢是有想頭有生意 應該好好發揮 最近潮流都流行一些那些年 都不是大家士 不是大明星 就是因為他出來的感覺很亂口 很有新鮮感 很清新 這種特色是 連長了的人是做不回來的 我們拍出來太熟手了 他有話本講的新一代電影業 不缺演員不缺技術 不過由熱頭身的年輕人 就應該在語言和視野方面下多些苦工 將眼光投放在龐大的華語片市場 以致是國際大銀幕 香港風販電視記者 胡可文報導